花蓮市民代表会第21届第四次定期大会2号上午开议 市长魏嘉贤首先进行施政报告 他表示就任花蓮市长职务即将满入第三年了 这一路来他秉持着友善宜居 安全便捷族群共融观光活力等四大施政理念 来创造幸福有感的美好家园 而未来任期当中他也会和行政团队 以稳健踏实脚步持续完成各项的建设工作 好我们现在请市长做市政报告 花蓮市民代表会第21届第四次定期大会 2号上午在主席苏美珠的敲锤之下正式展开 市长魏嘉贤也针对这半年来的重点市政成果进行报告 那其实这次的市政报告针对是我们上半年度所做的一切 那其实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公共建设来讲 那我们除了我们的相关基础建设持续在做之外 那还有我们友善环境的一个空间跟人行步道的部分 也积极在做相关的一个整理 那花蓮市毕竟是观光城市 希望借由这样子的部分能够让更多的观光客喜欢到花蓮 那再来就是我们青子公园的部分 我们持续的不断已经完成了第三座 未来也有相关青子公园的规划会持续在进行当中 那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孩子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游玩 那能够增加更多的父母亲愿意来生儿育女 让更多的人口数能够停止往下跌 那我们更希望说借由这样的部分能够带领起其他乡镇市 一起来做青子公园这件事情 这样每一个孩子不论到哪里都能有快乐开心的公园 那再来就是我们原住民的部分 在原住民部落聚会所的部分 我们也非常大的突破 今年也是完成了花蓮市的第一座 未来也有第二座第三座第四座持续在会完成当中 那再来就是客家文化跟各个族群的文化的推广里面 那我们也有一些创新的活动在办理 那我们更希望说在今年度甚至到明年的一些活动里面 都能够有更多我们族群的文化里面来呈现出来 再来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年底的太平洋中国马拉松 那从过去的五千人逐步逐步成长成一个中大型赛事 到了八千人 那我们希望未来这样子一个赛事 能够成为花蓮最重要的一个特色赛事 我们也持续的把花蓮特色呈现给大家 未来也希望有更多的国际观光客 能够来到花蓮持续的旅游 然后也爱上花蓮 市长温嘉賢表示 就任花蓮市长职务即将迈入第三年 这一路来秉持着友善宜居 安全便捷 族群共融 观光活力等四大市政理念 创造幸福有感的美好家园 而在未来任内 也将会和行政团队 以稳健踏实的脚步 持续完成硬体公共工程 逐步实现活力城市健康花蓮的目标 谢谢徐丽琴 花蓮市报道